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它也没有任何的违规违章现象 直播车主在车的后背玻璃上 贴上了恐怖电影的主角真死的车贴 这在白天其实也算还好 但是到了晚上在远光的照影下 就显得相当的恐怖 这也扰量了正当的交通形势 如果是因为恐怖图案造成交通事故的话 那就是相当不划算了 其实近年来我国的广大车主们 在对于车辆装饰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 如网红车贴 抖音段子 网红车顶玩偶等 虽然没有出现过问题 但是却也存在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如死前出现蜘蛛侠车顶玩偶等 虽然看上去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在实际的车辆行驶中 是存在安全问题的 除了以上两点外 车贴方面 网红网购物平台也有着恐怖车贴 专制远光灯车贴的售卖 但是根据我国交通法规规定 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 放置防岸驾驶人的视线的物品 除以50元罚款的不计分处罚 引发严重交通事故会承受事故责任 所以在这里 小便想要提醒广大的车贴爱好者 车贴只是起到装饰汽车 美化车辆的作用 切勿图一时刺激 从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哟